OK 兄弟们大家好 这一把比赛给兄弟们解说一下 也是粉丝投稿 这一把比赛解说一下 建惠单挑赛 建惠单挑赛为数不多的一个斯托宁 何鲍斯托徐思义 对面的话 爱情对吧 学生要先见爱情 爱情的一个 摩帆寸 关在番的话 这边的话是出了一个小孩 出了个小孩的话 但是关在番这个小孩的话 不是那种 就是法术繁育很高的那种小孩 就是常规的那种魔镜激发 所以说的话也 不太能砍垫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 对面的硬件 拿到了一个一速 对面的话应该是 铭波先服加敏做几 跟兄弟们说过很多次 就一般情况下面而言 现在打建惠单挑赛的法系 都是想拿一个一速 在对面的话 有一速的话选择很多 可以分身 可以在关在番飞机之前的话 可以分身 可以用特技 那关在番的话 带了一把凝次 凝次过对面的话 肯定是能能够把一速给抢回来 但是对面应该也是用凝次 关在番的话出了个力癖 请对面的一个 后排 后排的一个追之宝宝 对面追之宝宝 追关在番的一个力癖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有很多兄弟们追之宝宝喜欢带这个散古灵符 其实散古灵符这个技能不是特别好 因为他消耗的这个魔法值很多 所以说的话可能你宝宝站了比较久 就打到后面的话可能丢不出技能 还是那种雷击水攻会比较有性价比一些 关在番的话 打得很果断啊 凝次过对面之后的话 抢到一手之间一把连环机 翻倒对面 对面的话应该是出了一个耐法 就关在番 这个连环机打得很果断啊 因为我看过爱琴的PK啊 他是有零次 就如果说刚刚那一把连环机的话 没连倒对面 对面的话有愤怒 直接给关在番丢一把零次 还是可以把一树给抢回去 对面人物单位一旦倒地之后 那这把比赛的话 这个特技肯定就丢不出来了 关在番的话也是直接打到对面的一个球转 比赛的话第八回合 关在番的话线型 关在番的话是点了那个经脉 线型保留变身 只不过没有触发那个金脉而已 那个金脉的那个 概率特别高啊 百分之 应该是有一个百分之七十的一个 一个概率啊 对吧 有百分之七十的概率 保留变身 上个邮报的话才百分之五十 所以说说理论在面来讲的话 就是可以疯狂 封印对面 这边的话 咬鬼气 哎呦 关在番 打得好聪明啊 那对面这个小孩一跑的话 对面就有点 有点急了 好吧 对面小孩一跑的话 这边就得看哪边的九转 要得多一些了 对面点倒关在番 打出了魔帆寸的一个被动 被动是什么呢 可以秒四个单位了 不过小孩逃跑 加不了鬼眼 哎 关在番 正联吧 操作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把连环机 对吧 一把鬼机 对面的话 出了一个隐身宝宝 不知道是隐功还是归宿啊 出隐功也没 也没问题啊 关在番的话 鬼叔拉起来 这边的话也出了一个隐身宝宝 这边是一个瞬机的一个隐功 比赛的话是二回合 对面这个时候没有鬼眼 有点不舒服 对面这边的话也是一个隐功 但是对面这个隐功慢啊 没有关在番快啊 一般隐功的话 我以为对面出一个快隐功 要锁石头领的波 对面的话 毫毛毛起 关在番的话 隐身四回合 隐身两回合 电的好 电的很痛啊 这个时候得看哪边的九转带的多一些了 关在番的话继续现金 石头领这个门派现金之后的话 可以用特技 对面的话继续毛起 但是有限行 解不掉风 直接给宝宝加了一把敌 对面的话也是在打关在番的一个九转 宝宝的话有四血追击 龟叔拉起来 又可以限行 这他妈有点恶心啊 兄弟们 飞机了 没有用线形了 他可能是想飞机过后的话出宝宝 点倒 我们来看一下哪边九转带的多一些 对面的话没有点拉 可能是想赌163或者是神用武器 对面三把毫毛 每一回合都有毛 关在番 一速可以换顺法 对面还没有神用 比赛的话16回合 关在番下一回合有异速 连环机连宝宝 隔下如何应对 人物倒地 倒地那还行 比赛17回合 对面先拉关在番后拉 拉起来关在番速度快 一把先行 就对面那一把 零次没有丢出来 很致命啊 比赛18回合 咱们下集再见